这是一个社会潜规则,嘴上不能说,但是一定要懂,这句受用,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,在我们这个社会,总有一些潜规则,大家都心知肚明,但又不方便言说。 一,要想屏蔽某些人的朋友圈,最好把同事分到一个组里,要屏蔽一起都屏蔽了。 二,别人给你看手机里的照片,请不要顺手左右滑着看,别人东西不要随便乱动,想要先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,如果借给了你一定要好好爱惜。 三,朋友同事之间,帮忙是情分,不帮忙是本分。 如果别人帮了我们的忙,我们也一定要心怀感恩之心。 毕竟在现在这个社会里,没有谁和谁能成为真正的朋友,别人对我们的帮忙,即使在小,我们也要学会表示感谢。 四,可以随意评价一件事,但千万不要随意评价一个人。 对事,我们有评价的权利,但是对人,我们要谨慎,没人喜欢背后议论他人的人。 五,比上不足比下有余,是健康的心态,要么接受,要么自己努力过后再接受。 社会诱惑太多,不要做无畏的叛逼,那会让你身心疲惫。 六,认清自己,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有的场合不是让你锻炼的,要记住俗语,没有金刚钻,别懒瓷气活。 很多事情我们要认清自己,认清现实,只有这样,我们才不至于跌得太狠。 七,别随心地把兴趣变成职业。 当你做一件事,只是出于兴趣的时候,不需要任何人点头。 你爱怎么唱歌,主菜,爱,怎么设计你家,货投资股票,都是你自己的事。 但是一旦把兴趣变成职业,就需要遭遇每个人点头,兴趣变成了任务,花园变成了战场。 与其做喜欢的事,不如做擅长的事,留着花园种花吧。 八,不要对别人的信仰、偶像、梦想随意批评打击。 信仰、偶像、梦想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,没人愿意你去伤害他们,有的时候和他人和谐相处的基础,就在于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的喜好和偶像。 即使我们内心再怎么不喜欢他人喜欢的东西,我们也不要举白的表现出来。 九,不要轻易把心底深处不愿是人的部分袒露出来,靠同情轻易获得的朋友,内心不一定看得起你。 十,不管学校、职场或社会,都不要违背心意的一位讨好别人,有些圈子终究不属于自己,努力做好自己,讨好自己可能会更容易有丰厚回报。 十一,不管是收到邮件、短信还是消息,收到请回复,别人找你聊天,你正在吗或是不想聊,可以告知对方有事。 如果很久之后,你才回复,可以先说声抱歉,再好好聊。 不要不回复消息,就去发朋友圈,收到回复是一种尊重,是人品的体现。 所以这是一条潜规则,现在你懂得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。